好 接著來看是馬來西亞沙巴州的慈激生命關懷之家 是專門照顧臨盆產婦的機構 走過12年最近迎接了第一千位的新生兒 慈激基金會在馬來西亞沙巴州的生命關懷之家 迎接第一千位寶寶出生 沙巴是個地形崎嶇多山多河的地方 特別在偏鄉地區交通極為不便 每一位婦女在待產的日子裡都非常焦慮 西元2003年慈激在此設立了生命關懷之家 幫助了許多產婦順利生產 非常地歡喜和感恩 能夠迎接我們對一千個寶寶 我們能夠為山區的媽媽跟孩子 守護他們的健康 守護愛 守護生命 意義非常地重大 生命關懷之家從當年檢疫的高角屋 到現在有了一棟穩固的水泥房 還能提供專人照料 產婦 起居飲食的服務 一千不只是個臨床上的數字 還是這個機構12年來見證愛的日記 在新聞專下美志工呂文蘭 劉敬毅 馬來西亞報導